在此特别恭喜 李扬先生王麒麟先生们 再度荣获奥运以求男子装打金牌 創下首次金牌208的记录 男子上还会以长龙航空长期 相伴飞行近10年的亲密战 也是本届奥运中华队的掌机关 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戴志宇小姐 始终奥运上被踩到了外国 Peloton 14月29日下日上乌小姐 其中没有防弃自己 只能最大一部挑战到最后一趟 充实了解 各家一起做早一半 你们都是台湾的骄傲 我们非常熟悉的戴志宇小姐 始终奥运以求男子 民众是我们心目中无可取代的 第一次竞争传奇 臺灣旅球一格 週五天成選人也在此班機上 奧運英雄要回家了 從巴黎大杯雞 機長暖心廣播點名迎接 讓大家聽了超感動 途中還有小驚喜 感謝各位選手 在巴黎挑戰直播 展現奔戰奧運的精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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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自己戴口罩 帽子牙很低 稍微點頭致意 大合照時本來站很旁邊 但大家促勇請他往中間 最後站在李楊和雷切瑩之間 微笑比讚看鏡頭 但小戴沒受訪低調離開 小戴跟小天的精神 其實很讓人感動 即便受傷還是向強 就是可能為台灣 為國家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